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30日 星期五 之前這個 是一宗跟進的節目 早幾天 一個住在山頂的90歲富婆 誤墮假公安的電話騙局 五個月內 先後匯款2億5千萬 給這個騙徒 被人騙了很多錢 這是歷來最高金額的一宗電話騙案 近日有傳聞 說這個虎主 是新鴻基地產的前主席 鄺肖卿 新地 澄清 他們發聲明 指這個純屬謠言 也是捏造的 並保留追究散播謠言者的權利 消息指 虎主就不是郭老太 其實 是一個沒有人認識的隱形富婆 這件事其實早幾天我們也收到消息 有朋友就在我們的群組裏面留言 說是一個鄺肖卿 當時我就奇怪了 鄺肖卿不是住在賓吉的 因為 要跟大家說說 香港其實那個 最頂級的富豪 其實是不住山頂的 山頂一般 就是洋人住的多 包括外國的領事 日本的總領事館的官邸就在山頂 這個叫做 歐士甸山道 應該是20多號 對面 就是這個山頂花園 好像680 12 不是680 12、14 12、14、16、18 20A就是 上面再是三層高的唐樓 那裏是另一塊 他應該是山頂花園對面的 駐日本的總領事官邸 其他的 很多就駐在白家道 例如西班牙領事駐白家道 駐港三軍司領也是駐白家道的 美國總領事館的官邸也是駐白家道的 一般 住在山頂通常都是 那些做官 外交 外國的事節 外國的事節 而唐人 一般就不住山頂的 當然也有 但是如果你說最頂級的富豪是不會住山頂的 他們 他們通常就是住在深水灣 或者淺水灣 例如 鄉島道 深水灣道 深水灣道 其實沒有深水灣境 李嘉誠自己作的 其實沒有的 或者淺水灣道 南灣道那幾條街 或者麗景道 那些就是傳統的香港有錢人住 因為他們就信風水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這個深水灣道 南區 以及高爾夫球會形成一個漏斗 他說那裡風水很好 所以鄭義彤 住在12號 四太就是4號 8號 10號就是糧樓有分 那麼這班有錢人 其實就住在淺水灣 以及深水灣 整個峽谷 另外就有人在說 地診的朋友就說過 他說 如果說apartment 不算那些住宅 全香港風水最好的 就是南山別墅 以及雙溪 南山別墅和雙溪都是淺水灣道的 四十多號那些 有一些 聚豪居那些 風水是最好的 整個峽谷 整個漏斗 將那些財氣均在那裏 那麼這個 就是香港的有錢人 一般會住的地方 國老太 鄺兆興 以前就應該是住在深水灣道 新鴻基有一塊 即是他們那幾個三兄弟 全部都是住在那一堆別墅 後來就好像又搬到淺水灣 但是我不肯定 總之一定 不是住在山頂 這次這個 就住在賓吉獨的獨立屋 那麼 原來已經是 有人 起了他底了 那麼當然 即使是起底 也不是全都起了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他的身份其實也很神秘 那麼他 就是一個 姓胡的 這個 姓胡的 婦婆 他先生姓胡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是胡什麼 據說胡老太 他那個丈夫30年前 就已經過世了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記得支持六博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延遲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後備星期日報 月費贊助 這個後備頻道 反而跑贏了主頻道 主頻道因為時間 太久沒有上片 現在還未踏著 未激活 希望大家 多些踴躍留言 以及多些Share 激活他 我們繼續說回胡老太 這個婦主 他 原來實際金額是被騙 2億8千萬 不是2億5千萬 記者接觸到他 他是一個隱形富豪 他先生 30年前 小時候 曾經跟 政協前副主席安子界 組過公司一起做過生意 胡老太 事發之後就入稟高院 要求渣彈銀行披露騙徒的資料 胡老太 不是很想再說這件事的經過 亦向記者說他不舒服 這宗案件十分離奇 警察就抓了19歲的李大南學生 我們也認為他可能是內地人 他自稱是受害者 被騙徒利用他 想心急拿回錢 假扮特務 又曾經陪胡老太一起銀行匯款 去年 有人在紅十字會刊登尋人啟示 尋找 已經世世了30年的胡老太的丈夫 崩吉道 其實就是 香港那個山頂來講 為甚麼山頂的唐人不喜歡住呢 因為很大霧 很難搞啊 如果你是住在加烈山道 一座那個 龍爐 那邊 其實就是 大霧到頂不住 一年有半年時間是要在慕善以上生活 他們說一間屋 2000呎以上的一間屋 最少十部抽濕機 日日開 不然 根本就濕到住不了 人 所以是外國人住多 崩吉道應該就沒有那麼濕 沒有加烈山道那麼濕 但是 也是濕的啦 所以一般山頂就不是 人們那麼喜歡住 所以689住那裏 山頂 都是 不是那麼好 一般 鬼佬的居所多 所以這些是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 繼續說回胡老太 他 原來那個來頭不少 因為他說 他先夫樓下的很多家公司有些股份 賓吉道一間大屋 有名車 還有現金 但是對於他來說 他也不是一個巨虎 因為 以往他是一個隱形富豪 隱形富豪 大家如果有聽過我們之前 弄到時的節目 我們說了很多 香港是大把隱形富豪的 你去茶餐廳 飲茶 隨時都會遇到一個隱形富豪 這是在說去年 我有一段時間沒有做生意 全程 都不想做 因為大陸的生意我們做不到 我們遇到舊朋友 我跟我們同行的朋友說 剛才那個叔叔 就這樣看他穿拖鞋下來吃 茶餐廳吃飯 那個叔叔最少有50億身家 拿著的物業 拿著的東西 還住在佐敦的堂樓 還住在堂樓 要走幾層樓梯 香港是大大隱形富豪的 因為地產 而且很多人有錢 是不出聲 是不會告訴別人的 例如美夫新村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美夫新村 裡面有大量的百億富豪 是過百億身家的富豪 就這樣我所知 起碼有五個 起碼有五個 所以 很多地方的人是和趕緊珍珠的 當然 你如果是行內人就知道他有錢 但是你不知道他有錢的程度到哪裏 繼續說這個胡先生 因為 報紙就起不到他叫胡甚麼名字 只知道他姓胡 他原來70年代 已經擁有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 很多股份 是一個大股東之一 而他同期的董事 就有安子界 以及公仔麵大王周文軒 他的生意還有房地產 船務和化工 他也以個人名義在銀行成立很多 獎學金 現在的獎學金仍然在生效 那筆錢在滾動 可能要遲些才會掌握到這個胡先生 究竟是甚麼人 但是 真的可以跟大家說 香港這類的隱形婦 是多如牛毛 住在山頂 住在中半山 其實你整個中半山一條下來舊山頂 花園道 那一堆已經有很多巨婦 真的沒有人知道他有錢 很多是住在舊樓 那些單位你也看不起眼 一棟很舊的樓 可能他是很有錢的 香港是真的 太多隱形富豪了 所以 有人 會誤會以為 被騙了兩億的巨婦 所以 即時想起 這個年紀 估計是這個國老太 實際不是的 當時我聽到他不是住在那裏 所以 這個誤會我們也要說 因為我看到好像外面沒有甚麼人說 所以我們也要說一下這節 接下來有機會再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話題 拜拜